大家好 升旗得道 今天是2023年1月5日 今天是星期四 這一節我們繼續 跟大家報導台灣的情況 我們知道 在2019年之後 在2019年前後也是 其實 有很多香港人 就是 在想要移民 台灣 是其中一個 移民熱滿的地方 再說一次 台灣之所以 是移民熱滿的地方的原因之一 就是在於 這個地方 在用繁體中文 這件事跟香港 是相當接近 大家同屬亞洲地區 感覺上來香港沒有那麼遠 覺得回香港也容易一點 以上的種種原因 令到台灣也成為 就是香港人其中一個 移民 考慮的地方 好了 但是時至今天 台灣 還是不是一個真是適合 香港人移民去的地方呢 大家 必須要看清楚 因為台灣 對香港人政策 可以說得上是充滿問題 台灣不單止對於在2019年 離開了香港 流亡去台灣 的這些 香港人 覺得他們 是產生問題的根源 覺得他們製造了很多麻煩 也不但 連帶有大量來自香港 來做投資移民的人 一樣 在他們眼中 成為了黑名單 也不但 還有大量的政策 大量的政策是針對著 在香港來的人 除了極少數 因為可能是名人 能夠成功在台灣定居 甚至乎獲得 政府 每一樣東西得到優待 除了極少數的人 這個 台灣可以說得上是用盡一切政策 是針對著香港人 我們這一節要揭露的就是 移民台灣 香港人 的子女在台灣出生 居然 變成黑戶 黑戶 即是沒有身份的人 這件事 我們在 西方世界 是很難想像的 這件事 居然 發生在台灣 我們這一節繼續說下去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 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後備頻道 星期二新聞集團 我們繼續誠意邀請聽眾 經濟能力許可的你 希望你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同一時間 希望大家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請打開我們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加無限大法 希望大家繼續幫手支持 安裝了Pine Network的朋友 記得繼續按閃電鍵 我們 亦都很認真分析 既然 兩個 加密幣交易所都說有得賣Pine幣 而Pine幣官方 的聲明 跟他們無關 有一個可能性 就是這個Pine幣 真的 對自己的價值很有信心 這個可能性是有的 不過我再說一次 我們只能猜測 我們也不是 對加密幣的價格 或者市場 是資深的投資者 好 幾個事項 先說台灣 台灣大家大概也知道什麼事 我們1月28日 這個正好告訴大家 你團結和力量是很重要 英國不會不讓你集會 不會跟你說你沒有人權 不會跟你說你不准接受媒體訪問 所以 坦白說 在英國我們很容易 集結回香港人的力量 而政府 是當你是公民 雖然你不是 正式的入籍的公民 但是你擁有的權利 是跟普通的英國居民 是一模一樣 這個就是 正常的西方世界 會發生的事 所以請大家 1月28日 請大家盡量出席 我們的聚會 因為這個聚會是做地區工作 是會有英國人 看著你香港人 而黑池 我們也相信未試過有那麼大型 的香港人聚會 所以希望大家盡量出席 我相信應該難理不了 預早買定火車票就可以了 我們有兩個報名熱線 一個是加447949859421 一個是加447599451657 這兩個都是WhatsApp電話 大家請記得用WhatsApp報名 記得不要重複 因為我們會點錯人數 在讀電話號碼的時候 真的覺得自己在做電台 而事實上我們也真的在做電台 只不過現在 是叫做網上電台 所以我們又有其他事項 請大家支持一下這個創作人 創作人做了一條二次創作的音樂作品 叫做 他這個二次創作 他的名字叫做 Fock Heat 即是溫水煮蛙 他做了 二次創作是把Anson Lo的 作品 這個歌曲 叫做Mega Hit 將他改了 成為了二次創作 進行一個 是公投 反抗香港的 魏議會 而他的作品 就是放了到一個YouTube頻道 而那個YouTube頻道只有單一一條影片而已 就是這個公投 反抗 魏議會 他希望大家做一件事 就是找回這條影片 去按like 想把like數 累積多於 那個 是香港 魏立法會 投票的數目 我不知道他能不能成功 但是這個也不失為一個變相公投 這個也是一個有效的示威 所以 我們就是幫他推廣這件事 大家也很簡單 只要你在YouTube 打這幾個字 你就找到那條影片了 公投 反抗魏議會 應該是排第五的 如果你現在找不到那條連結 你也可以在YouTube搜尋 打這幾個中文字 公投 反抗魏議會 七個字 你應該可以找到那條影片了 他的影片的view數現在不高 但是留言就很厲害了 留言差不多接近有7000個留言 7000個留言也不是容易的 7000個 我們平時那個 留言數量通常是 平均是百多 那條影片刺激啦 又或者有人來踩場 就可能會去到四五百 過千也不是那麼容易的 我們這個台繼續 就是 做回這個反對派 的台 的特色 我們會繼續 接受 更加多的事項 能夠有效挑戰這個港共政府 挑戰這個中共政權 我們回來講這個台灣 台灣移民了 有人早前 就是舉家移居台灣生活 但是 就是有太多東西 令到他覺得 困難重重 所以 最後 就是回流回香港 當然啦 你可以回香港 我們很多人 不能回 所以 始終 他們是疑問 我們很多人是走難 走難就是不能夠回去 直至這個地方被光復為止 所以希望大家真的要抱有這個信念 如果你說不是 我隨時可以回去 我相信真的除了我們這些被通緝的人 之外不能夠回去之外 絕大多數 其實的人 都可以回去 但是這個就是個分別 到底你是用甚麼心態 去看這件事 為甚麼香港人 這個案件要說的 在台灣 回流回到香港 就是因為他們發現 即將出生的子女 在台灣 受到移民政策影響 子女在這個地方出生 居然變成 黑戶 不單止 不能夠成為 台灣的公民 還要是完全 不受任何保障 再不但只 還要在台港兩邊 重新辦理移民手續 台灣政府 真的簡直是離了大譜 我們知道在台灣的朋友 他們可能會未必明白 他們覺得自己不是台灣人 所以就處處受壓迫 這個 真的 其實真的只是台灣是這樣 如果你跟西方國家比較 說美國 英國 加拿大 澳洲 這個世界不存在著一件事 就是說 你還未成為我的國家的公民 所以你 沒有人權 你沒有自由 說得出這樣說話的人 我告訴你 其實 簡直是違反這個全世界普遍認同的普世價值 不是開玩笑的 不是法律問題 不是替約國際條約的問題 這一點是文明世界 民主世界的共識來的 連香港 都不會這樣說 香港 是港共政府 是不是作實的 是一件事 中國大陸也不會這樣說 你為甚麼台灣 可以夠膽 即是 出來 擺明居馬 說你 不是公民 就沒有人權 你知不知道這句說話多麼可怕 如果你跟 不只是香港人 香港人 現在 無家你就在欺負香港人 你有美國人過來 你會不會說美國人 來了 是遊客是居民 你會不會跟他大大聲說你沒有人權沒有自由 叫他不要做採訪 不要去 這個 集會和示威 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說甚麼 你知不知道自己 在說的東西 是徹底違反這個世界 的普世價值 所以不要偷換概念 台灣居然有學者 出來跟你說 根據他自己的中華民國憲法 你不是中華民國的國民 無論你是停留還是居留 你都不是中華民國的國民 因此 不受 憲法保障 因此 你沒有人權 你沒有自由 任何一個地方 憲法 其實 都有一些根本的原則 就是這個地方 就算還沒有在這個地方入籍 其實在這個地方出現的人 哪怕你是遊客也好 你是居民也好 還沒有入籍 你一定 是需要受到人權保障的 這個 真的不是法律問題 這個是常識中的常識來的 沒有一個文明的國家 說你是居民 你沒有人權的 夠膽說 我真的猜不到 台灣是夠膽站出來 跟你說這種話 你要搞清楚兩個 不同的原則 申請 移民的人 他需要遵守移民的法律 需要 遵守移民的條件 但是 有一些 基本的權利 就是人權 人權 其實是不可以被侵犯的 這些基本上是所有的法理的基礎來的 無論你是大陸法系也好 你是普通法法系也好 其實這個是世界的共識來的 很簡單而已 你每樣 國際法你不用簽署 是不是各樣的國際的原則你可以去違反呢 你想一下就知道 怎麼會只是台灣 可以蓄意違反這個世界 這個普遍的價值 根本沒有這件事 說這番話的人 根本就是衝著 港澳的居民 針對著你們這一班 無家可歸的人 說出來的 更加離譜的是甚麼呢 台灣本身 都是這個叫做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我們叫做ICCPR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他本身 都是這個條約的簽署國來的 你不要又跟我說你簽了又不認數 我剛才再說一次 就算你不簽署也好 本身 一個地方 任何人進入了你的境內 無論是遊客也好 居民也好 不會有一個 文明的國家會跟你說這個人是沒有人權的 你不要亂說吧 學者 如果是的 不要緊要 你說得清清楚楚 拜託你不要只是跟香港人說 拜託你 美國的議員 飛過來台灣的時候 拜託你 移民公署 出來大大聲聲 指著佩洛西的鼻子 跟他說你在台灣 你沒有人權 你沒有自由 你不要跟我出席政治場合 和會議 不然你就是雙重標準 因為根據你自己所說 這是你台灣的法律 為什麼美國飛過來的議員 就不同了 所以各位 你不用跟他辯論 他根本就是在說謊 你不用跟他客氣 台灣就是如此離譜 台灣正面對中國大陸的強權壓迫 他還可以有時間 花那麼多心機 去欺負來自香港的人 香港 2019年發生了甚麼事 你也很清楚 是不是 你這樣也還可以做這樣的事 這個也不是文化衝突 這個不是 跟台灣之間的文化有任何的問題 這個是政府的政策 針對著一個族群的人 所以我知道有很多 在台灣居住的香港人 覺得很不安 覺得自己好像一個足球一樣被人踢來踢去 我們這裡真的很負責任地告訴你 我們 在英國 我們知道 無論是美國也好 加拿大也好 澳洲也好 還有歐洲也好 這些國家 是沒有可能 做像台灣現在做的那樣的事 換句話說 台灣自己有問題 歐洲更加不用說了 歐洲 你可以說 是非常之多 左膠 即是有很多 是追求平等 價值觀的人 那麼他們 歐洲這一邊追求平等 那個呼聲 以及力量 比你想像中大很多 澳洲我就不可以100%肯定 但是歐洲基本上 你數得出的歐盟國家 絕大多數 都是這樣的情況 香港人 真的不要再被人欺負了 我們唯一 可以做的方法 就是自己想辦法團結起來 你再一次 感覺到國破家亡沒有 我們就是欠缺了政治實體呀 我真的再說一次 香港 如果你 好像意識烈人那樣 你去嘗試建立自己的政權 這個世界 沒有人敢這樣欺負你 台灣你可以說 他們這些政府部門 簡直是欺負到上面 所以我們絕大多數的香港人 其實真的非常感激 英國 因為如果英國 不接收我們 我們現在 跟這個 羅興亞人 簡直毫無分別 還有富而得人 所以我無論 認為真的多辛苦也好 真的一定要想盡辦法 去建立一個政治實體 這個不只是為了我們 現在的香港人 往後的香港人 你有一個政治實體 也是非常非常之重要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裡 大家好 我們在 2023年 即是今年 1月28日 是農曆的 大年初七 我們會在黑池 舉辦 我們的今次大型網罪 而今次的網罪其實有兩大主題 第一當然是 因為說了很久了 要在黑池 跟英國北部的朋友 見面 和大家聚一聚 第二就是我們會成立我們的charity 希望到時可以多些朋友參加 發揮香港人 助人 互助的精神 希望到時大家可以參加 我們 開始時間是下午的兩點半 大約是到六點或者六點半左右 會有很豐富的節目 亦有很多的 嘉賓 到時我們會收取10磅的茶點費 有香港的奶茶供應 港式奶茶供應 亦有一點點心供應 到時希望見到大家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在黑池 有了三個酒店 為剛剛來英國的朋友提供一個 暫住的服務 因為來到英國 租屋是最大的問題 我們的黑池酒店 租金也相宜 最便宜的房子是300磅起 也有比較大的家庭房 今天我們收是收一個月的按金 以及一個月的租金 如果你住一個月 實際上 你住滿一個月就可以拿回按金了 很多朋友 來到我們這裏住 都覺得挺方便 我們 已經在這年紀裏面 已經接待了接近180個家庭 所以呢 也是很多人的選擇 我們也有旅遊的包車 也有機場的接送服務 大家可以向我們 合作社查詢 這個VPN贊助我們的頻道 由於它會更改你的IP地址 並通過加密的通道 所以 PIA對你的Internet的服務供應商 網絡管理員 以及政府審查員 是隱藏了你online的活動 即是說 政府是沒有辦法追蹤到你 看過甚麼網站 當 你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會經 犯國安法的時候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怕封網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VPN也是這樣用的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我們就是 告訴大家 用本台這條連結 就是有Discount 這也是我們其中一個法定廣告 以後我們也會把這條廣告放進去 多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